大家好,我是Vane 今天我将会跟大家说说想德之乱 想德之乱是士丁时代晚期发生在关东的一场大动乱 它比殷人之乱早开始,也比殷人之乱晚结束 由1455年到1483年,时间长达28年 这场动乱可以说是战国时代的前少将 里面的人物为了领地和权利,公然杀克上,社会秩序失衡 关东进入大混乱 了解想德之乱有助大家明白战国时代关东的局势 代表人物有山山寺、金川寺和北陶寺 如果大家往后想更完整地掌握战国时代在关东一带的来龙去脉 就一定要把这一集看完 在开始之前,请大家免费点赞和订阅 你们的支持是我继续更新的最大动力 士丁时代有别于连窗时代 将军把幕府设在京都 但日本面积广大 在京都的将军的权力管不了东边的日本 于是在士丁时代初期,就在连窗设立连窗府,负责管理关东一大的势力 连窗府原本地属于士丁幕府,架构上与幕府相似 一号人物称为连窗工方,并由关东管领辅助 将军拍了自己的亲戚担任连窗工方 因此连窗工方都姓竹力 而关东管领就规定由上上市的人来担任 随着时间的流逝,幕府与连窗府的关系越来越远 仿佛成为了两个独立的个体 而想得之乱就是连窗府内连窗工方与关东管领的斗争 而幕府也试图介入 想得之乱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438年的永响之乱 当时的连窗工方竹力池氏和关东管领上上县石 因为权力问题而斗争 幕府的将军竹力一教站在上山县石一方 两人合力战胜了助力池氏的势力 原本不想赶尽杀绝的上上县石 想帮助一下竹力池氏 但将军竹力一教却坚持杀死竹力池氏 辞举令上山县石赶到政治的残酷 决定辞去关东管领 将军竹力一教虽然想留住上山市 但也遭到拒绝 不久后将军竹力一教也被暗杀 事件也占告一段落 连窗工方的位置空缺了一段日子后 竹力池氏的儿子竹力成氏 借着竹力一教去世的机会 再次成为连窗工方 而关东管领则继续由上山市的后代 上上先宗 当然 但经过勇响之乱后 连窗工方和关东管领已经不再是工作关系这么简单 还加了一层杀父仇人的复杂关系 如果大家有看过我讲运人之乱的银品的话 都会知道管领是规定由斯波、田山和四川三家去担任 那为什么关东管领只规定由上山一家去担任呢? 虽然我没有查到缺实的原因 但我猜原因可能是因为上山家本身内部已经有多个势力 有足够的族内竞争 上山市自连窗时代就已经是贵族 而上山市也是师丁幕府初代将军 逐利尊氏的亲母 因此上山市凭着殷亲的关系不但成为了关东管领 也成为了上野、越后和武藏的守护 及现在的新西县到东京都的整个区域 而最受大家认识的战国武藏 上山千姓当然也是上山家的后代 在想得自乱这段时期 权利交代的上山家分别是山内上山家和上古上山家 由于他们都是上山家 因此都会以他们的根据地来区分 所以就成为了山内上山家和上古上山家了 当时的关东管领是由山内上山家的上上献宗担任 可以说山内上山家的权利上占了上风 不过毕竟他们都是上山家 因此关系也不一定是敌对的 山上家除了当主之外 第二号人物家宰很多时都因为当主年幼 而拥有更大的权利 山内家的家宰是常委警仲 而上古家是太田道真 这些人物的后代在往后想得自乱中 也会担任一定的角色 一开始已经说过连窗工方和关东管领的关系 梁姐资本上是不可能和睦相处的 在1450年双方终于开打了第一战 江之岛和战 此战由上山家的家宰 常委室和太田市发动 但追踪却由连窗工方 竹立城市胜出 竹立城市乘胜最急 发信到幕府 希望幕府可以帮忙除去上山家的家宰 常委室和太田市 但当时刚刚当下幕府的管领 细串圣员却是反城市派 不但没有答应竹立城市的要求 跟命令竹立城市 以后向幕府通报什么 都需要先通过关东管领向上献中 此举当然令连窗工方和关东管领的关系 进一步恶化 在1454年 竹立城市派人暗杀了关东管领 上上献中 为想得之乱卸开序幕 上山家为了报复 立刻派兵攻打竹立城市 竹立城市不但没有败退 而且反攻成功 杀了上古上山家的当主 上上显防 竹立城市后来在骨河设下据点 进攻常委井中的小立城 两军的同时向在京都的幕府请求援军 将军逐立正面对两军的请求 决定站在上上市的一方 首先他任命了上内上山家的上上访贤 为新一任的关东管领 请注意上上访贤和刚刚战时 上古上山家的上上险防 是两个不同的人 其次将军也命令在关东附近的守护大名 做援军拯救上上市 当中包括了在越后的上上市 和在郡河的金春市 金春市跟一举占领了连窗 令逐立城市不能回到连窗 大家熟悉的金春一元 就正正是这里金春市的后代 有家归不得的逐立城市 既然回不了连窗 也不好意思成为连窗工方 所以就以古河作为兴趣点 称为古河工方 同时间上上市因为得到了幕府的帮助 很多原本站在逐立城市一方的人 都因为不想与幕府为敌而转头上上市 逐立城市为了不想势力进一步被削弱 也想与幕府和好 并强调他只是跟上上上市为敌 并不是跟幕府作对 此时的上上市为了更有效 与逐立城市对抗 在五十时镇设下据点 至此之后 利根河以西就成了上上家的势力 而利根河以东就成了逐立城市的势力 两军也暂时进入了胶折的状态 逐立城市虽然想与幕府和好 但将军逐立议政却没有领情 反而派了他的哥哥朱立正知 去关东担任新的连昌工方和摄川意境 去担任新的关东管理 但当时的日本不像现在通讯那么发达 将军逐立议政根本就不知道 关东混乱到哪一个程度 上乡反显已经成为了新的关东管理 所以对幕府派来多一个新的关东管理 表示出戒备 而逐立政治也不敢冲进连窗 反而留在比较靠近幕府的异斗一带 即行政务 因此他以库越为据点 成了库越工方 将军逐立议政眼看逐立政治 在关东没有多大进展 便派了施波一鸣去关东帮助逐立政治 但施波一鸣却违反命令 没有去关东 后来逐立议政更任命了 摄川意境的儿子为施波家的新家族 希望可以有助关东的行事 但结果都失望而回 简单一句来说 将军逐立议政派往关东的援军 都是没有用的 想了解更多关于施波市援军的细节 可以到我的频道 重温应人之乱的施波家 经过长期的战争 金川市也不想纠缠下去 退出了连窗 逐立政治眼看终于有机会进入连窗 却被将军逐立议政叫停 原因很简单 上山市这群关东武士 对逐立政治这群来自关西的武士带着敌意 此时在京都因为应人之乱 而忙得不可开交的将军逐立议政 不希望在关东都开战线 所以就请逐立政治留在库越 继续依靠上山市去稳住关东的局势 关东民众看到将军也不给库越工方逐立政治面子 逐立政治的权威在关东也跌至谷底 同时想得自乱也进入了长期化的阶段 随着应人之乱进入了百热化的阶段 务府已经没有空去理会关东的发展 而上山市内部与他们的家宰们都出现了世代交替 其中山内上山家的家宰 常伟家在基层问题上出现内斗 常伟景春因为得不到家独一位发起叛变 上山家和另一个家宰 太田道观是支持常伟家的家独常伟中景 这就是常伟景春之乱 常伟景春知道不是山山军的对手 便向逐立城市求援 逐立城市觉得这是个反击上山市的机会 就跟常伟景春一起反攻 但随着战事的延长加上大雪的影响 两军都不想继续下去 上山市首先提出作为中介 帮助古河工方 逐立城市与幕府和睦 正如我之前提过 逐立城市根本就不想与幕府为敌 所以接受了上山市的提议 战时与上山市和好 退出了战争 常伟景春失去了逐立城市后 也没有足够力量与上山市作战 很快就刺杀败仗 常伟景春之乱的结束 也表示着想德之乱的完结 想德之乱结束后 逐立城市虽然与上山市关系改善了 但并不代表关东的混乱就此结束 因为逐立城市要与幕府和好 必须先解决酷越工方逐立镇支的问题 逐立城市和上山市都想逐立镇支回到京都 大幕府经历了应人之乱后 将军逐立义政怕逐立镇支回到京都会带来麻烦 于是就把异斗异国赐给逐立镇支 逐立镇支一心以为来到关东 可以成为连窗工方 做关东的大哥 最后只得到一斗一国 当然感到不满 而逐立城市和上山市这些关东的势力 也不甘心要把一斗一国让给逐立镇支 因此享德之乱后 关东一带就进入了谁也不满意战争边缘的状态 相信看完这一集的朋友都应该是日本战国时代的粉丝 在享德之乱中我们看到上山市和金川市的登场 但另一个战国时代的关东势力 北条市却还没有登场 其实北条市在往后的发展中 与一斗国的逐立政治是有关系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两者的关系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我每个星期三都会发布新影片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也请按赞和留言 给我一点点的鼓励 因为要以这一集的详细程度去讲解整个战国时代 缺小了你们的支持 是有很大可能半途而废的 所以请大家不要吝啬 多多点赞和留言 这一集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再见 感谢观看